大家好,我是赵阳 今天这一集来谈一谈在MacOS系统当中 除了说这个用网络分享的形态 来抓取别台电脑的资料 在MacOS系统当中 还有一项这个荧幕共享的功能 它比这个档案共享的功能还更多 功能还更多 控制权也更高 它可以控制整个别台电脑 包括安装这个APP 重开移除APP 抓档案修改电脑等等的设置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来操作 好的,首先我们要打开要分享的那台电脑的荧幕共享 那从设定上面进去 然后在第一项按了共享之后 第一项这个荧幕共享 要打勾 那打勾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荧幕共享 它有显示开启 那使用方法是 其他使用者可以 用这个VNC的通讯协定 加上这个IPOS连接 或者是在Finder的侧边 尋找 那个 要分荧幕共享的那台电脑 来连接 那在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 是使用者 就是账号 看你要使用哪一个 那如果说你要再增加使用者的话 下面有一个加号 那点下去 再信增加 选取哪一个使用者 或者是群组 来信增加 好的,我们把它关掉 那接下来 这也是刚刚是旧式的作业系统 那新式的 Mac OS 13 从一般这边进去 然后再共享 然后一样是第一项 萤幕共享 把它打开 那其他的 细节的设定部分 其实就跟旧版的是 一模一样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示范看看 怎么去打开这个 这个 萤幕共享 它的画面 那首先我们 来到Finder 那点选目标 那台电脑 因为我这个已经有 档案共享了 所以它就直接 记忆连线 那在右上角那边 有一个 共享萤幕 点击一下 收带一下 正在连接 好了 它已经连接进去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的滑鼠 就键盘 就可以操作 另外一台电脑 它的萤幕共享 那现在 我们可以对它 做所有 在本机 在操作 就好像 你做在那台 萤幕的前 那台电脑 的前面 那看要怎么操作 都可以 那模式当然 左上角那边 有一个是 只有监看的模式 那这个监看的模式 就只能够观看 如果说你有 在那 你要萤幕共享 这台电脑 控制的 你并不需要操作它 只是要监看它的运算 或等等的状况 那就可以采取这个模式 那接下来是 剪贴板这边 剪贴板这边 有使用共享的剪贴板 那也可以取得 剪贴板内容 传送剪贴板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是使用共享的剪贴板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现在看 关于这台电脑 也可以操作 Finder 所有的都跟本机是一样 好 那启动台 APP 我们也可以启动 启动它 关闭它 安装它 就等同于 所有的控制权 都在你手上 当然 也是要管理者的权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除了可以控制之外 也可以 不同 网络分享 那样 把档案拉进去 或拉回来 直接拉出来 我的桌面 那就可以传送了 现在左上角 已经有档案传送了 那这个清除 只是清除 这个档案传送的记录 并不是真正清除掉那个档案 那我把它拉过来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已经传送过来了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是在 区域网路里面的 共享萤幕 那如果说你要用这个 从网系网路 直接连到你自己的内网 那你就必须要使用 这个 路由器或者说分享器 你要把这个VNC 就是 MacOS 这个萤幕共享的VNC的铺号 5900 把它打开 那如果说你不打开的话 它并不会 连不进来 那连不进来 你就没有办法去 使用以及操作它 我这边做一个示范 就是这个 路由器的示范 现在登录到我自己的路由器 进去之后 首先重要的是 在这个防火墙 你不要挡它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 NAT 我这边是NAT 那每台路由器廠牌 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 只能够参考 看根据你自己的去使用 那我这边是通信户重新导向 就等于网继网络来的讯号 要走哪一个铺号 那我这边已经有设定好 它是5,900 都要通信户5,900 那指向内部的是哪一个IP位置 那经过这样的设定之后 你就可以 在网继网络那边 直接使用 这个萤幕共享 来控制你 区域网络内的电脑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边 记得订阅哦 拜拜